在结束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周二展开他上任后对俄罗斯的首次访问 他在刚刚过去的周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俄罗斯政府 称其允许阿萨德政权拥有化学武器是无能的表现 并指责俄罗斯正在试图用干预美国大选的方式影响欧洲的选举 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 夏教授你好 你好 夏教授我们知道迪德森这次访俄本来就面临着多重困难 尤其是上周美国对叙利亚的空袭更是加剧了美俄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那么迪德森在出访之前为什么还要采取如此强硬的言辞来批评普京政府 那么这是否会给他此次出访进一步的增添难度 对 首先他的出访现在已经增加一些难度 那么据说现在普京不会跟他会面 但是我觉得因为川普总统 那么现在他的外交正在沉行 而且他的国家的安全团队 那么他们之间有不同的外交政策 现在还在一种磨合期 那么本身的提勒斯就已经在 他任命听证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 与川普总统一些不同的风格 那么或者说更强硬的对俄态度 那么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 美国的一个大的一个基本方向认为 那么俄国在许多问题上跟美国没有合作 而且跟美国带来许多的麻烦 所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美国应该给俄国限制了就是施加一点颜色 那么这样的话有助于未来的美国的对俄政策 现在说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还有胜选之后是多次的表现出 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的意愿 似乎是想将美俄关系 由过去的这种对抗性的关系 重塑成一种更为友好的合作性的关系 并由此来改变大国之间的这种制衡的格局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 迪勒斯看起来跟川普总统的计划是不相同的 另外在美国的主流的声音 跟川普总统的意愿也不一样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川普总统的这种意愿 或者说这种计划到现在为止 可以算是宣告破产了 对我觉得川普总统 首先第一 他说他非常尊重他任命的内阁的 那么他们的那些各种建议和判断 那么从目前来看 那么因为就是我们看到提勒森 包括还有川普总统 他的女婿 那么他们对俄国相对来说是有一些更强硬的 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 应该会尊重他们更多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 目前还有其他的一些发展 因为我们看到了 因为一方面就是川普总统 跟其他的盟国 尤其是像日本有频繁的接触 那么现在提勒森中 那个就是国务卿 那么又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里面 那么进行各种磋商 因为我们知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曾经有段时间变成了西方七国 八国首脑会议 把俄国是拉进去的 那么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又看到又把俄国排挤出去了 那么很清楚地看出西方对俄国保持着更强硬的态度 那么更充满警惕 另外我觉得习近平刚刚访问美国 那么习近平给美国 我觉得说的一个话 可能是让美国印象会非常深刻 那么习近平说 我们有一千种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 我们没有一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坏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中国的这些表态 应该说把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应该说从第一的名次 可能降到了俄国之下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作为美国来说 他们恐怕还在继续评估 到底他们在对外政策上 到底是目前的最大挑战 来自于欧洲还是来自于亚洲 到底来自于俄国还是来自于中国 但是目前来看 俄国在某些地方 尤其在领土扩展上 目前来说已经表现出更多的进攻性 所以我觉得美国恐怕还在继续评估 谁是他的第一 那个就是那个威胁 因此的话 他的整个国际战略 也相应的话 会逐渐那个成型 那可能在这种评估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就是说在美国的国内 那么目前FBI还有国会 依然在对俄罗斯干预 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 还有川普的团队和俄罗斯之间 是否存在利益关联 这些问题进行调查 那么这一点是不是也会影响到 川普政府的对俄政策 当然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往往就是候选人 他在没有当家之前 他会提出各种批评 而且这些很多也未必能够兑现 因为他一旦入主以后 那么入主白宫以后 他有两个重大的力量 给他形成就是一种 一方面是制约 另一方面也是教育 那么一个就是官僚体系 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官僚体系里边有很多的 重要的运作决策机制 那么只有了总统了 那么入主白宫以后 他才能看到所有的最重要的一些信息 那么所以我相信 就是传统上 那么川普总统作为商人 作为个人或者公私利益 跟俄国打交道 可是今天他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 唯一的一个代言人现在 因为他是美国 就是唯一的一个代表 全体美国人民一个职位的 这么一个领导人 那么所以我相信 他从国家利益的角度 那么同时在受到官僚 那个机构的各种决策和信息的制约以后 我相信他有调整 那么另外一个 美国的外交 当然会受到舆论的某些制约 因为美国大选出现了这么多风波 而且现在国会 包括联邦调查局 那么对俄国到底跟美国的竞选 和美国内阁的一些班底 他们有什么关系 还在展开调查 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 对于川普和他的一些官员来说 当然在这个时候 那么更要以明确的态度 那么表明 他们并不是受俄国 受那个就是完全牵制的木偶 所以我觉得 从某种程度来说 那么这些做法 也应该说有一定的一个政治背景 好的 谢谢夏明教授 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今天欢迎订阅 明镜中相当ékasted